啊,也是,现实里的蓝旺基,怎可能跟着魏无羡去打山基,当年魏无羡在姑苏听雪,都那么邀请蓝旺基了,彼时又没有温家人声势,蓝旺基都只会对他说,不去,不好,不必。 如今摄日之争刚打了个开头,能在战场上活下来都是难事,像蓝旺基这么懂得以大后为重的人,是否能跟着对于他来说,只不过有着同窗之意,关系实在还算不上好的魏无羡,去他们家玩都不一定。 哎,魏无羡,你不能因为蓝旺基这两天对自己太好,就总妄想些有的没的呀。 魏无羡正坐着心理建设,蓝旺基却拿起自己面前的那份鸡腿,浅哥咬了一口,待他咽下嘴里的肉,对魏无羡道,为何不吃,虽然口感肯定不比加了辣椒,但若按寻常吃法是没有问题的,避意这火候,是蓝旺基亲自掌控的。 从外观上,看应该烤熟了,沐在魏无羡吃之前,蓝旺基也尝了一下,口味正好,不腻不硬。 魏无羡还未答话,肚子却咕噜噜叫了起来,他顿感丢人的捂住自口的胃,快步走上前坐在蓝旺基的对面,眼中那份尴尬,道,吃,吃,当然吃,只是我没想到。 我就梦里随便一说,蓝旺你一真的差你家门生去寻击了,这山鸡抓起来也不容易,如今还要防着角落里会不会突然蹦出个偷袭的温家人,真的是难为他了。 我可要好好感谢你这里门生,但是,若麻烦你去特意帮我找他,也实在没必要,太浪费时间了。 这人情,既然是你帮我做的,那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,只要不违反咱们之前约定好的,你想要我做什么都行,怎么样蓝站,不考虑考虑。 睡清醒了的魏无羡想了一下,自己的根本目的是恢复金蛋,可他作业向蓝旺基提了那么多的条件,对方居然照单全收不说,大早上的还要听他随口胡说的梦话,照顾自己的口味。 这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,谁能有如此胸襟,更何况战争之后会发生什么,还不知道呢? 现在的蓝旺基,居然都能对魏无羡有求必应,千般放纵百般包容,弄得魏无羡时,再是有点不好意思。 楚关系吗?你对我好,我当然也要对你好,这样才能长长久久啊。 魏无羡此时在心里发誓,只要自己的秘密不被戳破,能老实地待,使蓝旺基身边,把金丹修出来,蓝旺基对他做什么他都乐意接受,自己也乐得偶尔是个好。 怎料蓝旺基居然拒绝了这个提议,道,魏英,你不必如此。 蓝旺基只是帮忙照顾了一下魏无羡的饮食起居,又怎会以这么小的事情为要挟,提条件,更别说这是他心甘情愿的事情。 魏无羡见蓝旺基这反应,心里又将姑苏兰是夸了一通,好家伙,故好事不求回报,这修养这境界,也太高了。 换位思考了一下,好像魏无羡也从来不会挟恩图报,于是他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,爽快道,行,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了,开吃开吃,我要饿死了。 魏无羡加起蓝旺基给他的鸡腿,哎哟,这可是蓝旺基亲自喂他家的,就算以后战争结束,魏无羡跑路了,但这段回忆还是可以拿来回味一下的。 当年在摄日之争的时候,我和韩光君同吃同住,他还亲自喂我加菜呢,你们有这待遇吗?有吗?有吗? 嘿嘿嘿,只有我魏无羡有,魏无羡边这么想,边对着鸡腿咬了一大口,皮脆肉软,香而不逆他鼓着腮帮,对着蓝旺基连连点头,还竖了个大拇指,道,好刺,真的好刺。 蓝旺基递过去一碗青粥,道,食不言。 魏无羡只好撇了下嘴,接过蓝旺基的青粥,浅尝一口之后,顿时瞪大双眼看向蓝旺基。 粥里居然加了几颗莲子,入口清甜,很有云梦的味道。 生前拿管身后事,浪得一日是一日,这才是魏无羡的信条。 想着蓝旺基方才说了食不言三个字,魏无羡咽下嘴里的鸡和莲子,开口道,蓝湛,这莲子是哪里来的? 不会是你找江成要的吧? 这画面未无羡,怎么也脑补不出来,江成的脾气有多臭他最清楚,蓝旺基又不善言辞。 这可别从厅城那里吃了亏,转过头再把气撒到自己身上,那他可真的冤啊。 他正脑补着蓝旺基去了云梦江市的营帐,怎么向江成开口?蓝旺基道, 不是,陈时江宗主增来蓝市这边送了些东西,里面就有你寻常喜欢的爱好吃食,其中就有莲子。 见蓝旺基没有吃亏,魏无羡,这才放下心。 嘿嘿笑道,江成本来就理解不了,为什么我会主动跟你走,但估计也是怕我在你这里受了欺负,要是在吃不惯你这儿的饭食,那也没法好好打仗啊。 蓝旺,江成是不是这么对你说的,让你不要对我太苛刻,别拿蓝市家规束缚我的一举一动。 蓝旺基碗里的粥已经喝完了,道,分毫不差。 这语气怎么有点怪,魏无羡没有多想,几下就吃完了这只烤山鸡道,他这人说话就这样,你不用放在心上,反正咱们一切都谈好了,我对你的品行很是放心。 你自然不会对我做些什么奇怪的事,那我们除了一起搭伙打温家人,其他时候就不要太管他了。 蓝旺基道,如此甚好。 奇怪,明明蓝旺基嘴上说着好,可这语气,怎么听着还是有点不太高兴呢? 果然是因为魏无羡大早上话太多了吗?他已经很努力地让自己和之前听学的时候没有差别了,只有这样才能留得住蓝旺基。 金丹才有希望啊,魏无羡心里正打着他的小算盘,就又听蓝旺基补了一句,我不会束缚你。 魏无羡顿时开心大喊道,万岁。 他刚说完,外面便传来一个声音,听上去像是云梦江市那边的门声,道,师伯可是醒了,师伯,这是在叫谁啊? 魏无羡对着蓝旺基摆口行道,蓝湛,你收徒了,蓝旺基摇摇头。 魏无羡猛然地将手指向自己,所以这说的是他,魏无羡这人,虽然平时大大咧咧惯了,也不会注意某些细枝末节可今早被江市门声一声。 他才反应过来,昨夜自己着急忙慌,上赶着要跟蓝旺基贴一块睡一起,在江城看来怎么说也是有点奇怪的。 人家既然特意来找,而且还是自家人,魏无羡好歹也要见一见,于是他对着营帐门口道,我在我在,有什么事,你直接进来说不就行了。 说完魏无羡还看了蓝旺基一眼,小声道,蓝湛,你不介意吧,蓝旺基摇摇头,文言道,可否需要我暂时回避。 魏无羡生怕这个时候的蓝旺基又起身要走,连忙道,不用不用又不是什么机密,咱们又没有在里面做些什么奇怪的事情,就这么让他进来呗。 其料,外面那门声纠结了好一会儿,想起昨晚自家宗主石破天惊的那句话,又听见魏无羡依稀在说什么,做奇怪的事情,觉得更干价了,道,还是,等师伯您出来再细说吧。